官网的还是京东的 京东的 等等你买了两台 我买了好多台 每个平台都买了一下 就看哪个线到 这就是老板买手机的方式吗 嘀咕什么呢 赶快去拍了呀 哦 一年一度的iPhone 有想法呗 没想要怎么吹 什么叫吹 咱又不是首批首发媒体对吧 再说了 苹果的评测多简单的 找不同就行 你按这个路子往下想 那是不是 首先得做一个 有仪式感的爱思级目人呐 完了 这次没有膜 翻车了 没膜是吧 没膜 我偏要撕一下 懂了 那就先吹 今年更环保 顺便再提一下 这个明年的包装 然后就是手机本体 最大的变化是 刘海窄了20% 对 达到了极其先进的小米8水 等明天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还要刻补一下 水滴屏的优势和打扣明天缺陷了 老板老板 这个不能讲 这个不能讲 知道这不能讲还行 那这也算提升了 那背面也没啥好说的 摄像能换个排列 更大更读出 再换个颜色 也没啥了 小了 格局小了 那且不说今年的白色款 终于是有了度膜 那就这个排列和新颜色 能够让用户最小化换机的不适感 又可以让人一眼分辨出新iPhone 并且全系列变重却降价了 这种扎实的握持感 更是更重 但看起来很轻啊 老板 知道你过了吧 不重要 就包括这个远分蓝 那到底是蓝色还是灰色 那也不转 反正该买的 还是问吧 这么说也有道理 那说说这次影像升级吧 很多人说这次iPhone摄像头变大了 但是拍照翻车了 呃也不至于啊 就是你可以先吹参数的各种升级嘛 假装三星前没有用过微距啊 对吧 然后呢我们再用千元机的那套样张模式对比一组 升级模式 就找一些高亮度啊 构图好的呀 没有什么复杂场景和挑战的啊 就运动相机都拍的好的那种 那各家相机呢 都不会有大区别的地方 比比点什么质感呀 甭管真懂假懂的啊 词一说出去就是专业 不是老板 那你告诉我究竟如何吗 究竟如何 我说实话 我确实挺失望的 就是鬼影没解决 夜景模式呢 动不动就让你触三秒 然后完了 好不容易换了一三倍长假吧 那暗环境下还丢用不了 硬要让我吹的话 就iPhone的这个拍照啊 见面它仍然还是挺好用的 难怪现在安卓发布会 已经不拿iPhone出来笔了 不是学乖了 而是怕笔差让人笑话 这你就不能这么说 对吧 iPhone版那现在 就是你看不到的 它也拍不到 你看的啥样 它拍出来就啥样 你强调自然 真实的事就完了 懂了 剩下的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些提示 比如说什么A14升级到A15啊 那我用下来的感觉呢 就跟iPad M1一样 性能爆棚 远超同类产品 不是 我是说散热 是瓶颈 跑一下分 放一下帧率曲线 再放一下温度 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省电模式才是真有性不是啊 另外就这个续航嘛 你确定你是Pro 不是Pro Max 哎 那这也就不得不提这个 Promotion的屏幕 高刷废电 哎不是 谁跟你说是高刷了 在精态显示之下 无论是设置还是照片这样的原生用 还是微信微博这种第三方用 你自己看看帧率曲线吧 对吧 那这个显示是可能不准的 但是确实是符合 发布上描述的这种动态刷新率 而在视频流的网站里头啊 这个刷新率又会根据你的播放画面 而动态去匹配这 不得不说 这次苹果把LTPO给玩明白了 而且啊 不光是这个高刷新率 那么亮度呢 这次也从800提到了1000米的 哪一张图 就能说明阳光下的感知了 总结一下啊 这个iPhone13呢 这一代确实 它是比上一代好用的 这还是废话啊 这个我输 如果你是iPhone12的用户 我们不建议换机 如果你是iPhone12系列以前的用户 可以考虑换机 这也是废话 那就怎么说呢 我一直觉得啊 就苹果挺POA用户的 明明能做到更好的地方 它乐不做 就是玩 然后啊 好梦里等到了什么高刷啊 更好的续航啊 然后还降了点价格 那一帮人立马感激起来 而且这个苹果不光POA用户啊 它还POA媒体 这个算了 掐饭吧 它不寒碜 那你换个思路啊 苹果手吧 它不给钱 那么好多博主 就一饭两掐呗 推广自己的APP什么的 那我就不说了 还有好多编老梗 给各种充电头带货的 咱们也不这样 咱们要搞 就简简单的做人 买iPhone13就上京东 现在购买 不但享受放心超快的物流 更可五折加购 一年的Apple Care Plus全 Apple Care Plus是 Apple Care Plus 你有多少次 可以把手机摔到 势必的老板脸上 你有多少次 被挂机队友 坑到血压甚高 还有多少次想 屏幕那头的冷漠 去使你把手机捏爆 不要三五千 不要一两千 碎屏线只要768 不对 384 只要384 就能让碎屏不花两千 抵收188 随便给它碎生扎 所以呢 也别说什么 创新意识不强了 就这样了 那今天还能想往还加价 就说明啊 大家真的心甘情愿 被批误 毕竟理想 无论你是否喜欢它 都不会将Apple和Lo 打上关系吧 都会认可它的高附加值 也从来不会反感 去体验苹果产品 这就好像是一个渣男啊 但他帅啊 只要有机会 你说谁不想试试呢 传出去 老板想出柜啊 而且啊 等你们在一起之后 你就会发现 什么系统便利啊 生态统一啊 手表能解锁手机 手机能解锁手表 手表还能解锁电脑 这妥妥的暖男带 设备越多越少 这少一个都是体验家 换平台的门槛呢 是越来越高了 就算有那么一些不满意 也会因为害怕 失去其他的体验 而变得忍气吞声 屈服自己 这不是有个段子吧 安卓机有问题呢 一定是这个机器不好 但是如果苹果出什么理由 那有可能是我的 打开方式不对 我已经有画面了 关键是啊 就当你被PUA的时候 就别人劝你 你都不听啊 说安卓拍照好 你不信啊 说安卓体验强 那你生气 快充续航这些 你都不用 就束缚在自己的舒适圈里 这才是最恐怖的 其实呢 当真正去体验之下 才知道什么 才是自己需要的 苹果有苹果的体验 那离有离的多知 对吧 数码圈真正的乐趣 就在于 永远去体验新的产品 有新的感受 升华了 升华了 我还宁华呢 差不多赶紧去写吧 明朗我来看你搞的 跟京东快递谁先到 啊 你又买啥了 iPhone啊 半价的Apple KL Plus 谁不要 今天买明天到 等你搞的 好啦我走了